上個星期有兩個東西在眾議院辯論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第一個就是共和黨掌控的眾議院投票 而且通過了禁止針對運期護理中心的恐怖攻擊 去年就有十幾起這個樣子的攻擊發生 通常就是什麼塗鴉、縱火、打破玻璃、破壞 過去這六個月攻擊次數變得提高非常多 因為Rovie Way被推翻了 羅素韋德案被推翻了 這樣的攻擊不只是違反了州的法律 州的法律都已經包括亂塗鴉、縱火跟破壞了 他們還違背了聯邦的法律 這個聯邦法律叫做FACE Act 那如果說你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你應該就聽過FACE Act 這個最近常常被拿來抓保守派的人 支持生命的人的法案 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Entrance Act 自由出入診所大門法 很多支持生命的人因為離墮胎診所門口太近而被逮捕 有一個在賓州支持生命的運動人士 三更半夜被聯邦的探員抓起來 因為政府說他觸犯了這個FACE Act 法律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那名叫做Mark Hawkes是一名天主教徒 FBI半夜去他家拿著槍指著他全家人 然後在他七個小孩面前把他逮捕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的新聞 大概是差不多三個月前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但是這個自由出入診所大門法 其實也有保護就是孕婦中心的不被攻擊 而跟在外面抗議 但是這些恐怖分子還是發動了各式各樣的攻擊 縱火很明顯的觸犯了同一條法律 但是FBI卻從來就沒有做出任何的行動 不用說逮捕關監獄 連調查都沒有 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是只要是懷孕中心被攻擊了 只要是孕婦中心被攻擊了 他們就裝作完全瞎了 當然這個法案提出來批評這些恐怖分子觸犯法律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攻擊 各位要知道 接下來這兩年在眾議院通過的東西 通常都只是象徵性的 在參議院會被擋下來 就算通過拜登也不會簽字 所以這些是做給我們這些選民看的法案 而且這些恐怖分子已經觸犯了很多條法律了 並不是說在這個法案通過前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幾乎所有的民主黨眾議員 全部都投了反對票 只有三個民主黨人說 不該攻擊孕婦中心 也就是說我們有208個人 在我們的眾議院 國會的眾議院說 他們希望孕婦中心可以被縱火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最明顯 最令人訝異的數字 這些人用他們的選票告訴我們說 他們希望懷孕中心可以燃燒 他們希望人可以合理的縱火燒 這些支持生命的地方 有些民主黨說 不是的 他們不能只抵制燃燒孕婦中心而已 如果兩個都在上面的話 如果孕婦中心跟墮胎中心都在上面的話 他們就會投Yes了 但是這個說法基本上就是在打臉 因為不用說破壞燃燒 就連接近墮胎中心的反墮胎人士 都已經在全國被通緝了 而且都已經被攻擊了抓起來了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系統是在攻擊反墮胎的人士 支持生命的人士 就連在牆外末島都會被抓 我們每天寫新聞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哪個反墮胎的人又被抓了 還有哪個新聞台又請了哪個專家來說明 反墮胎人士有多麼極端 就連牧師我忘記是哪一集了 有一個就是有一個華人的牧師說 我們反墮胎的人士 支持生命的人士太極端了 要去殺墮胎診所的醫生 這樣子無中生有的指控 所以要把墮胎中心放在這個法案裡面 其實是完全不必要的 因為這些墮胎中心已經受到了超多的保護 我們不知道的是 那反墮胎組織呢 反墮胎的這些機構呢 這些孕婦中心呢 有沒有受到相同的保護 現在我們可以確定這些民主黨人 是不保護這些反墮胎機構的 當我們說支持生命的機構被攻擊的時候 我們說的是被破壞 被縱火被就是 但是他們說的墮胎中心被攻擊的時候 是包括在旁邊站著的抗議人士 在前面唱詩歌敬拜的這個敬拜團體 還有在牆角禱告的基督徒 對他們來說這個樣子就算是攻擊了 這就是為什麼保守派的人 完全無法加入他們對於攻擊的定義 因為對攻擊的定義兩邊是完全沒有共識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還不是民主黨三個星期做最噁心的事情